来到艺术开开门 其实这一周呢 其实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素人的艺术家 就是Ceha Finn 就是萨赫芬 那其实萨赫芬他在法国其实是蛮有知名度的 然后他也办过了几次的那个回顾展跟个展 然后其实在台湾 其实我们对他其实是很 就是非常非常的陌生的 不知道说Ceha Finn呢 他到底是谁 他的中文就是翻译成萨赫芬 那萨赫芬呢 他就是他一生都是味价 然后他就是一个人 那其实我很想分享这个故事呢 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是五月嘛 然后是女人月 而且又刚好我们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怎么自己好像有一点苦闷啊 然后有一点就觉得 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去玩啊 然后什么时候才可以就是 海阔天空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常常在想说这种心境 有点像那萨赫芬的他的那个心情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读他的故事的时候 或者是我那时候知道这个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他也真的是一个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就要从1864年一个饭局 一张餐桌开始讲起了 好有一个长家就是在那时候 就是发掘了一个毕卡索的一个长家 他叫做威廉伍德 然后他是在那个 就是有一次呢 那个一次大战的时候 他就是逃到了这个法国的小镇避难 那这个小镇在哪里 他是在巴黎的北部 叫做桑纳斯 是一个非常的小镇 然后地方也有他的法国的朋友 所以在那边度过了一小段的一个时间 好那于是有一天呢 就是这个他的朋友 就是约他去他家吃饭 然后呢 他就跟他吃很平常 很平淡无期的一个一顿饭而已 然后呢 结果呢在那个比较成级的一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 可能也不知道聊什么了 于是呢 这个威廉伍德 他就随便看看 那威廉伍德就随便看看 就看到他家 就是有一个矮柜上面 然后看到了一张画 他眼睛为之一亮 然后他就问这个他的朋友说 诶 这张画是你跟 你是跟哪一位艺术家买的 这样子 然后这个他的朋友说 不是不是 这个是我家女佣画的 然后就非常的不屑 因为威廉伍德就觉得说 诶 我可以见见你家的女佣吗 然后他非常的认真哦 然后于是他就说 诶 就叫他来嘛 他就跟他见一面 然后于是他就迫不及待的 就跟他讲说 诶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画 我想要看这样子 好 结果他就说 诶 先生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样子 然后于是他就跟他约 就是隔天 于是跟他隔天 他就到了那个 萨赫芬的一个住处 然后萨赫芬呢 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里面都堆满了他的一些画作 这样子 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惊讶 然后他就说 诶 这都是你画的吗 然后他呢 他就说 是啊 这全部都是我的作品 好 那这个威廉伍德 其实他不只是发 发掘了毕卡索 然后他也是 发掘了 在法国也是 发掘了另外一个素人 就是那个 素人艺术 就是卢梭 都非常的知名 好 然后呢 他就跟他讲说 如果有一天呢 我很想帮你办一个个展 然后萨赫芬就是 随便就听一听 他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 这么好的事情 会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他就听一听 可是于是呢 就是这个威廉伍德 就是非常的不放弃 他是真的是认真的 然后他就是跟他 也买了一些话 然后他就不断的 跟他说这件事情 然后于是萨赫芬就觉得 好像觉得有这回事哦 那他就把他听进去了 然后开始他心里的一个种子 就是开始萌芽了 有一点希望 就觉得说这个 这个威廉伍德 是他的一个贵人 他就是抱着一个希望 然后他也是一直就是 赞助他 有给他钱 就是跟他买了一些话 他就说 哎你不应该放弃你的才华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说 哎你这个颜色很奇怪 然后他是怎么来的 那其实我们都会知道说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薪资都非常的微薄嘛 然后 他的颜料啊 就是他的颜色 看起来是很特别的 那萨赫芬他就是 嗯 他那时候还没有经过就是 伍德的赞助 有拿到钱的时候啊 他很多的颜料是怎样 他是自己研发来的 他很厉害哦 例如说 他会做什么工作呢 例如说他会去 他就是在 他不只是在这边帮佣 然后他还会就是帮那个肉铺 肉垫 例如说杀鸡 杀鹅 杀兔子 然后就是会处理一些 一些肉的一些东西 然后于是他就是有 那个肉不是会有那种 会有那个血吗 他就把它装回去 就是当颜料 这样子画 所以他的颜色是满特别的 然后于是他例如说 他想要红色 或者是说想要绿色 或是想要蓝色的时候 他就会到野外 去采集一些野花野草 甚至是一些泥土 泥巴 然后他就会去把它变成一些 一些作画的一些颜料 那不够的 就是说他才去花钱 去美术社花钱 去买回来 到威廉伍德 有给他一些赞助的时候 他才都改成了 那个油画的作品 他一直很期待 就是帮他办一个特展这样子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爆发了 对不对 然后其实他就是 他就觉得他得 必须赶快离开 于是他就走了 然后萨勒芬 也是 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 因为他并没有读过什么书 因为他就觉得说 这是你们的世界 可是你承诺我的呢 于是他就有一种 就是被抛弃的感觉 然后他心里就是 开始其实已经有点 产生就是 觉得好像 整个世界都遗弃我了 这样子 可是威廉伍德 他去那一边的时候 就是回去他家的时候 他就是 他其实也忘记了 萨勒芬 然后突然好像 十年之后 他又回来了 然后有一次 他就是又去 在巴黎的时候 他就突然又回来 他在巴黎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展讯 就是在那个 桑利斯小镇 竟然有一个连展 好像有看到这个 萨勒芬的话 然后他非常非常的惊讶 所以他就开始就是 连夜就是驱车 去寻找萨赫芬 他又勾起了他 其实萨赫芬 其实本来日子又回到了正常的一个状态 就这个威廉伍德又出现了 又说 我要帮你办一个个展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 他当然就是 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因为这个时候是那个 法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他又给他了 燃起了一些希望 然后结果这萨赫芬就说 真的吗 什么时候 他就觉得说 嗯 这是不会再骗我了吧 然后他就说 我一定会帮你再办一个个展的 然后威廉伍德啊 他是那个 他就是非常的支持萨赫芬 他就说 来我来赞助你 我来资助你 你好好的创作 你好好的画 于是他就是跟他买了大量的画 然后于是萨赫芬他有钱了啊 那有钱呢他就 其实他并没有把他存起来 都把他挥霍掉了 然后他花得很开心哦 然后他的梦想 因为他都是单身嘛 然后他就是订做一套 非常贵的礼服 也帮他的好朋友也做了一套 这样子 然后但是他想买的东西 他就是 因为一夜之间他就把钱给花光了 因为他就觉得说 啊这个他的人生可能就正要开始了 好 结果没有想到就威廉伍德 他又回回到了这个 因为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 然后结果那个威廉伍德 他必须要就是赶快的就是 再回到德国去 然后呢 但是萨赫芬他觉得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他也钱也都用完了 可是他一直记得说 哎那个 威廉伍德要帮他办一个个展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可是他后来时间久 他自己也忘了 因为好像他就 又回去德国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又再回来 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于是那个 威廉伍德他就一次的 他又回到了这个 巴黎来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藏家嘛 然后他就是有很多的 艺术家 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在法国 他也必须要回到巴黎 然后于是他不知道怎样 他就看到那个 桑利斯小镇 有一次有一个站 然后于是他就想起了这个 萨赫芬 于是他又连夜的回去找这个 萨赫芬 然后呢 萨赫芬 然后他就又提起的说 有一天我一定会帮你搬一个个展 这样子 然后结果其实突然那个 萨赫芬他就非常的疯狂 他就说 他很期待 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帮我搬个个展 他就非常的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因为他的期待已经落空了 那你就一直要跟我讲说 一直要帮我搬一个个展 然后萨赫芬等不到 然后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就是 其实因为是威廉伍德不是他不想办 是因为威廉伍德 因为这十几年来下来他也没钱了 因为就是那个 法国就是大萧条 经济萧条的关系 他也没有钱了 然后他就又回去了 他又回德国了 然后结果萨赫芬他其实已经疯了 然后他就是 就是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去做疗养 然后一切也都好像都过得也都很好 也很也非常的平静啊 然后呢 结果这个威廉伍德他又回来了 然后他就就知道了说 他住在哪一个那个精神病院 他其实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其实他回去德国这件事情 他真的也很忙 因为他一直在帮萨赫芬就是找藏家 一直在帮他就是卖画 然后他都把他的画都卖掉了 他非常的高兴 可是呢他就很想要跟他讲说 这个好消息 结果就是他有跟他的 萨尔芬的精神医师讲说 哎我要跟他讲这个好消息 结果就被那个精神科医师 被他主治大夫就是阻拦下来 他说请你不要再打扰他了 他现在状况很好 就是你不要再给他任何任何的刺激了 那于是威廉伍德他就是非常的就是 非常的就是上智 他就是决定就是让他好好的在这边疗养 但是萨赫芬呢 他其实也根本也不知道说 威廉伍德有来找过他 他也在这个疗养院就是度过晚年也都去世了 可是在他去世的三年后 其实威廉伍德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忘记他的承诺 于是他就是在巴黎帮他办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个展 然后这个个展让萨赫芬在法国就是一炮而红 所以这是萨赫芬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寂寞那么久孤独很久的人 就是突然有一颗石头掉进了他的心里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涟漪 可是因为萨赫芬他本来就是很孤独 他的他的朋友就是鸟 就是大自然就是树 然后常常都会去抱树 然后跟那个树讲话 因为他总觉得他是有生命的 所以在他的画里面就是说 他都有一些神秘的一些色彩 可能也有眼睛 然后看起来会像眼睛 然后可能是那个叶子都感觉都很像羽毛 其实这种东西你会觉得说 其实跟他的生活的经历有关系 大国呢就是关于素人艺术家呢 我们都会叫naive 就是那个天真的意思 纯真的意思 就是他没有受任何的污染 然后也没有学院派的任何的学院派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啰 欢迎订阅按赞跟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